7月17日,恒大公布了自己的债务情况 截至2022年底,负债总额约2.5万亿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近日,有机构根据全国地方公布的信息推算 2022年,国内城投债的总规模已经高达65万亿元 换句话说,恒大的债务虽然很庞大 但像恒大这样狠的,可能还有26个 众所周知,城投债主要用于投资城市建设 一项和房地产基建行业高度相关 伴随着恒大的债务暴雷 各地巨额的城投债务,也引发人们的担忧 2022年年底,贵州遵益最大的一家城投公司 公开对外宣布称 其持有的156亿元银行贷款,获批20年展期 前10年仅付利息,后10年才需要分期还本 这一债务展期,创下了行业内的新记录 要知道,恒大给债权人提供的债务展期方案之长 本已是业内罕见 但恒大最长的还清债务期限,也才12年 与尊义道桥的20年展期相比,仍是相形建筑 城投高额债务的隐患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所谓城投公司,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 早在1991年,上海就成立了第一家城投公司 由上海市建委和财政部门共同组建 其公司资本金,由财政拨款 其余资金,则是以财政担保的形式从银行贷款 在这种模式下,城投公司,仅仅作为政府融资和投资的载体 由于自身资产,都是通过财政担保的形式获得 一旦没有财政担保,就难以继续存续 也正因如此,伴随着,担保法的逐渐落实 在财政难以继续担保的限制之下 城投公司的负债,开始直线上升,激进破产边缘 直到2008年,4万亿就是政策出台后 商业银行,再就是刺激政策下 争相高调宣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主座城市建设的城投公司,才迎来转机 在商业银行的,宽松政策下 城投公司,只需要划拨股权土地和国债等资产 就可以将现金流和资产,快速包装,达到融资标准 必要时还可以将财政补贴,补充为还款承诺 来增加信用,提升贷款额度 拿着巨量的借款,城投公司开始在基建领域,大搞特搞 大到地铁高速机场高铁站,小到环卫公园绿化景观灯 到处都是城投公司的身影 然而,城投公司的业务盘子,虽然看起来不小 但很多都是亏损的项目 例如,最近一个发生在海南丹州的新闻 对于丹州这座城市,很多人可能没有印象 但对恒大的海花岛,应该会有所耳闻 去年被责令拆除39栋违建的恒大海花岛,就位于丹州 据媒体报道,海南环岛高铁上的丹州海投站 自2015年西环高铁开通以来,就从来没有正式启用过 为何建了不用呢?海南方面的回答,很诚实 海投站日均客流量不足百人 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亏损严重 如开通海投站,预计僵石铁路部门 每年亏损500万元,运营压力极大 客流少,亏损大 建好的高铁站,只能成了摆设 但为了抓紧完善,海投站周边市政配套设施和土地开发 当地还得继续使劲往里砸钱 至于高铁站和日启用,现在还是未知数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未开通的海投站之外,丹州其实还有另外两个高铁站 分别是银滩站和白马井站,同样位于西环线上 无独有偶,他们的客流量也很惨 2017年,海南方面,在达复卫和海投站没开通时提到 已开通的各站点的运营情况,很不均衡 其中,福山尖峰银滩等车站,日军发送旅客,不足百人 所以,他们大概率,也是处在每天亏损的状态 一个城市,能拥有三座高铁站 放眼全国,都是一个比较奢侈的存在 毕竟,丹州也不是什么一二线大城市 甚至连三四线都很难算得上 2022年,丹州的GDP,只有878.91亿元 它的常住人口,更是只有,98.15万人 所以,现在的海投站,可谓进退两难 继续荒废下去 4000多万的前期投资就打了水漂,资源严重浪费 如果开通运营,一年亏损500万 成了吞噬补贴的无底洞,更是巨大的负担 丹州海投站的情况,当然不是孤立 这样的高铁站,在上一轮丰敏全国的 大造高铁新城的热潮中,还有很多 但大多数,都是虎头蛇尾 公开数据显示 全国339个城市中,近期城已开通高铁 已经有不少省份,实现了试试通高铁 另外,根据公开消息透露 目前全国有70个左右的高铁县城 在建核在规划中 无论港口机场,还是高铁站 都是一个引流的引擎 在高铁逐渐普及的年代里 很多城市,希望借助高铁的流量效应 带动一座新城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所以很多城市,在选择高铁落地时 选在了,离市区非常远的地方 例如,孝杆北站距离孝杆市区 97.2公里 广原青川站距离市区 64.8公里 而上面提到的,至今未开通的海投站 距离丹州市区 86.9公里 有人会说,高铁新城,之所以选在距离市区较远的地方 是因为,考虑成本的因素 因为高铁站,如果选在建筑物密集的市区 可能需要拆除很多建筑 同时市区的地皮贵,成本自然高昂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更大的原因,其实是后者 第一,各地都想借助高铁的流量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级 第二,则是圈地行动 以高铁为噱头,拉升土地价值,吸引房企拍地 以此赚取更丰厚的土地财政 为了打造一个,像样的高铁新城 前期各地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建设各种商业配套,和交通配套 但最终的结果,却与他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大多数高铁新城,都没能招到什么像样的产业 没有好的产业,也就没法吸引人口前来 所以,很多所谓的高铁新城,严重缺少人气 有的甚至,演变成了鬼城 最终,不但前期的投入,打了水漂 还给城市,涂增了一大堆债务 这些地方债务带来的,最直观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各地城市的公用设施系统,逐渐出现停摆现象 最近河北保定,这个总人口超千万的城市 却出现了,公交车停运的尴尬 并且,靠自身力量,在短期内无法恢复运力 危难之际,只能向距离不远的,省会是家庄球员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被爆公交停运的城市 不止保定一个,此前多地都出现过 公交系统停摆的事件 不同的城市,面临的公交运力问题,各有不同 但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 政府财政紧张,补贴不到位 但具体到保定的问题,又略有不同 当地公交车的停摆 与新能源车辆的电池老化密切相关 根据记者的采访 在保定日常乘坐公交的人 对等公交难的问题,早已司空见惯 早在一年多以前的,2022年4月 保定市就因疫情防控的影响 宣布全市公交停运 但在全面复工复产后 一部分公交线路,并没有恢复如常 2022年8月,曾有市民在咨询保定市公交现状时 保定公交公司,回复称 首批购置的,591台纯电动公交车 动力电池已超出质保期限 被迫退出营运 公交运力安排,受到了严重影响 根据公开资料 保定是从2015年,开始力推新能源公交车的 到了2017年,保定老市区内 959辆公交车,已全部升级为新能源车辆 随着时间推移,保定的新能源公交车 陆续进入淘汰更换阶段 相比传统公交车,这淘汰速度,确实快了很多 若是使用燃油车 公交车的运营时间,至少超过10年 因为按照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公交客运汽车为,使用13年报废 而保定的首批纯电动公交车,实际运营时间,则不到7年 相较于重新购入一批,新的纯电动公交车 更换旧车的电池,是性价比较高的办法 但成本不算低 虽然保定公交未有透露更换电池的成本 但湖南陈州市,曾在2022年10月,公布过相关招标公告 旧车更换电池的招标控制价为,每辆18万元 若以这个价格,参考计算,想要更换,这591辆汽车的电池 大概需要1.06亿元 这对于目前资金紧张的保定公交来说,显然是一个重担 2022年,保定公交曾公布过一份财务报表 该报表显示,本年累计金额中 保定市政府补助为700万元 营业收入为2981.4万元 营业成本为1.09亿元 利润总额为付的6694.53万元 今年3月,有市民留言,希望保定公交,购置新车 但保定国资委回复道 公交公司,是公益性单位 车辆购置资金,均由政府承担 公交公司已向上级部门,提交了购车请示 在政府安排公交车辆采购资金后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程序,招标购置车辆 显然,保定公交面临的困境 与其他城市,如出一辙 很多城市的公交公司 是由事业单位,改制而来的民营公司 而保定公交,则是保定国资委 全资控股的国有企业 但因为公共交通,具有公益性 所以,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 都很依赖财政拨款 一旦地方财政紧张 公交公司不能,及时拿到政府拨款 它所能提供的居民出行服务水平 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根本无力提供服务,直接开摆 除了自身收入严重下滑 财政补贴不到位之外 当地公交公司的管理方面,也很有问题 有公交司机提到 一个司机,养三个做科室的人 科室里面闲职太多,还都是关系户 显然,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公司运营成本 所以,需要禁止三代直系应聘的 何止是烟草系统 截至目前,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 已经突破35% 但保定公交如今的窘境,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当时激进的电动化路线 给公共交通带来麻烦的一面 而更大的问题是,在这背后的各地债务 它们像是隆隆作响的火山群 随时都有轰然爆发的可能 感谢观看